Hello China Daily, I'm Kerry.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我在強城裡面扮演的是一個小皇帝 因為講的是一個宋朝的故事 宋朝那個小皇帝是登基的時候年齡特別小 但是他從小在因為在皇宮裡面長大 所以他骨子裡我覺得是想要把那個朝政給弄好了 但是又碰到滔天氾濫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種受驚嚇 但是他自己也特別沉著冷靜地去指揮 所以你也很想要把電影拍攝 你也很想要把電影拍攝嗎? 我覺得拍電影 而且也是這種國際的電影 就是特別精準感覺 因為導演是拍過很多片子的 就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我覺得很親切 對,我跟導演就是其實待的時間不是特別多 但是我其實學了很多東西就是 不管是他對導演對於現場的把握 或者是對拍戲一個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態度 或者對影韻的一些照顧 我覺得都很,都是特別特別好 我覺得導演的人也特別好 我覺得看緣分吧 首先是非常感謝他們 我覺得就是來到美國的時代廣場 我做這些就也很感動 對,但是我覺得更多的希望他們能夠 就是照顧好自己 對,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們還是很累 我覺得他們特別累 不管每次到哪兒 對他們為我應援的這些聲音 我覺得還是特別辛苦 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照顧自己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三個就像 相當於 相對於是一個 中國有一句句話叫做 少年像的歌腔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三個比較像這樣一句話 希望能夠帶領大家 把從在我們這個年紀做一個榜樣 向上的一個動力 對,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一個正能量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